D.A.探员莫菲无可奈何的说道 在大毒枭帕布罗从自己的监狱大教堂逃脱后 哥伦比亚当局动用了上千名士兵和警察将大教堂团团包围 然而结局就像是黑色幽默 帕布罗再一次逃脱了 事实上是一小队士兵放走了这位毒枭 他们被帕布罗强大的气场震慑 又害怕波及自己和家人安全 就这样帕布罗和手下大摇大摆的离开 获得了自由 离开大教堂 帕布罗·埃斯科瓦尔驱车前往自己的家里 而莫菲的妻子康尼因为安全问题想要回到美国 探员潘亚电话告诉莫菲 帕布罗逃脱了消息 在莫菲心里甚至有些开心 因为猎捕行动还会继续 愤怒的总统加威利亚命令平松上校 立即对麦德林大范围搜捕 被特种部队解救的司法部副部长桑多瓦尔 告诉总统加威利亚 先前抵达的阿里扎将军 没有执行命令逮捕帕布罗 只是将大教堂包围 对于总统加威利亚来说 手下可以信任的人只有桑多瓦尔 逃过一劫的帕布罗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 妻子塔塔问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帕布罗承诺永远都会和妻子在一起 两人激情的片段请自行脑补 在警方开始对麦德林全程搜查的同时 探员莫菲和潘亚来到大教堂 希望能找到有用的证据 不过平松上校 要求他们必须先等本方取证完毕 帕布罗早餐时间 向手下部署下一步的行动 他需要更多的人手 并且转移实验室和存款 同时他要找一名司机将他安全的送出城 向外界证明 自己不是藏起来的老鼠 而是他妈的麦德林集团老大 但麦德林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由众多的小帮派组成 大教堂事件的导火索 就是作为集团领袖的帕布罗 怀疑自己的小头目 蒙卡达和加里亚诺 在偷他的毒品和钱 怒火攻心的将他们处死 然后焚尸 作为蒙卡达的遗孀 朱迪与哥哥杰米和伯纳结盟 脱离了麦德林集团 并且司机向帕布罗报复 其他的帮派也在准备扩大势力 普里斯科兄弟就是一个例子 大哥里卡多作为牙医 喜欢用拔牙的钳子来对付敌人 他们还没想好站哪边的队 杰米认为帕布罗大势已去 对伯纳的提醒没放在心上 安慰妹妹朱迪放宽心 先别着急找帕布罗报复 伯纳建议这段时间 先将实验室关闭 杰米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认为之前和普里斯科兄弟 打成了一致 那就是不再给帕布罗缴税 就像伯纳所说的 和这些人打交道要小心 果然帕布罗很快 就联系上了普里斯科兄弟 在妓院的门口 出租车司机丽蒙 被打手拉奇卡招募 将他推荐给帕布罗 丽蒙的任务 是将帕布罗藏匿在后备箱里 他找到自己的朋友 玛丽莎来装作乘客 探员莫菲和潘亚 来到了大教堂参观 正如之前我们所说的 这里更像是一间 豪华的乡间别墅 哥伦比亚警方走后 他们找到的 只有毫无价值的 私人物品和色情杂志 利蒙忐忑地跟着拉奇卡 来到了帕布罗的住所 游客玛丽莎被蒙上了眼睛 利蒙非常愿意 为帕布罗先生服务 尽管这项任务十分危险 莫菲和潘亚 见到了平松上校 但是必须按照对方的要求 来开展工作 两张小小的桌子和文件柜 让两名DA探员哭笑不得 帕布罗乘坐出租车的主意 非常大胆 同时遍布城内的小孩 作为眼线 他们站在房顶或是街角 通过无线电通报警察的位置 利蒙来到指定的地点 他让玛丽莎低下头 打开后备箱 帕布罗独自一人敲开房门 与小头目罗哈斯见面 他的出现告诉麦德林和哥伦比亚 这座城市到底谁是老大 对方告诉帕布罗 朱利蒙卡达一直鼓动大家 不再给帕布罗缴税 我们的独销告诉罗哈斯 会解决问题 并命令他准备转移 随后他向往常展现出 乐善号施的灭 给社区的居民发放现金 妓女罗沙偷偷打来举报电话 想出卖拉奇卡换取现金 不过平松上校觉得这事不靠谱 姑且同意 莫菲和潘亚去查一查 朱迪蒙卡达的哥哥杰米 正在自己的实验室和伯纳通话 杰米认为实验室很安全 普利斯科兄弟答应回来保护他 但伯纳激紧的意识到 不该把地址泄露给这群人 他们打电话的同时 普利斯科兄弟带人杀到 杰米苦苦恳求里卡多 认为帕布罗已经完了 说曹操曹操就道 帕布罗一面同伯纳通话 一面开枪打死了杰米 警告你们这些 Laputa要尊重帕布罗·埃斯科瓦 失去哥哥的朱迪悲愤交加 伯纳建议去找更加强力的盟友 这一次他们会寻找谁的帮助呢 妻子康尼要带着养女奥利维亚 登机回国 这让莫菲非常沮丧 放下手头的活 赶往机场试图让康尼留下 不过遗憾的是 莫菲抵达登机口 妻子康尼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机场的洗手间里 莫菲遇到了两名吸毒的美国人 他把身上的这股怒火发泄出来 一公斤毒品 运到纽约上东去 代价16条人命 说完莫菲 挥舞起拳头 把对方揍得满地找牙 随后他被机场的保安带走 丽蒙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将Pablo送回家中 与律师杜凯见面 回城的出租车上 拉奇卡达赏给玛丽莎现金 并希望和美女来一发 被拒绝后 拉奇卡让丽蒙在原地等着 自己进妓院潇洒快活去了 探员潘亚和警察特鲁西略 悄悄来到妓院 发现了行迹可疑的利蒙和出租车 利蒙在后视镜里 看到陌生的美国人 也就是探员潘亚向他走来 意识到大事不妙 跑进妓院 呼喊拉奇卡的名字 快点跑 很快两人穿过街巷 跑进市场 顺利逃脱 留下无奈的潘亚和特鲁西略 在Pablo的家里 他正在和杜凯商谈 他希望杜凯联系到总统加维利亚 Pablo想要继续谈判 但是总统的态度非常坚决 司法副部长表示 没什么可谈的 让杜凯打开电视 看看正在发生什么 总统加维利亚发表全国讲话 表示 不会再独销Pablo妥协和谈判 悬赏140万美金 捉拿Pablo 我们来到第二季的第二集 早上Pablo和很多人一样 一边淋浴 一边唱歌 与此同时 拉奇卡大张旗鼓的血洗的积怨 将所有可能告密的妓女枪毙 被总统宣告全国悬赏 也许一般人觉得自己完蛋了 但是Pablo觉得 这反而是一次机会 他找来记者接受采访 然后将录音转交给总统加维利亚 在Pablo的心中 这次访谈 也是向美国总统表明自己的想法 愿意接受哥伦比亚法律制裁 回到监狱 当然前提是 不要引渡去美国 此时美国的总统是老布什 作为前任的中情局长 他宣布 将派遣适量的资源进入哥伦比亚协助办案 老布什任命 曾经在海军服役的狠角色 克罗斯比担任大使 安排中情局 善于干脏活的斯泰克来到哥伦比亚 同时给莫菲和潘亚 安排了一个女上司 梅西娜 尽管Pablo愿意再次去监狱服刑 但是不承认自己曾经的罪行 告诉记者 只能在祷告的时候 向牧师忏悔 在美国大使馆里 新任大使克罗斯比 召集所有人开会 讨论如何迅速扭转形势 拿下帕布罗 克罗斯比宣布实施中央刺钉行动 来监听独销的一举一动 会后潘亚找到梅西娜 谈论莫菲的人事安排 试图劝说把惹涉着莫菲留下来 潘亚来到莫菲家中 看到萎靡不振的机友 告诉他 有可能被调回美国 手下贝拉斯科告诉帕布罗 想找到蒙卡达的实验室非常困难 到处都是警察的岗哨 而拉奇卡怀疑利盟的朋友玛丽萨 有可能出卖了他 决心要除掉这个人 律师杜凯没有如愿见到总统加维利亚 不过见到了首席检察长德格雷夫 这名由最高法院任命的总检察长 并不受总统直接任命 所以准备按照自己的方式 找到杜凯 希望与帕布罗达成交易 来避免战争 让总统加维利亚头疼的是 尽管平松上校将麦德林团团围堵 但是加倍的警力看起来收效甚微 同时在平松上校的安排下 DA 中情局 军方的人员 都来到警察学院的总部一同办公 更像是为帕布罗设置的 一战式行政服务中心 在总统宣布悬赏140万美金 集拿独销之后 平松上校设立了一条热线 并安排莫菲和潘亚来监督热线的运作 甚至帕布罗的手下都会打进热线来添乱 让人沮丧的是 大家对抓住帕布罗没有什么好办法 桑多瓦尔找到总检察长德格雷夫 认为对方不该去和杜凯谈判 但是德格雷夫认为自己并不向总统效力 并且威胁对桑多瓦尔展开调查 是否协助帕布罗从大教堂逃脱 拉奇卡和利盟一起来到商店 运回帕布罗的金马桶 接着他们前往玛丽萨的住处 拉奇卡一行要除掉这个告密者 玛丽萨听到门铃声 偷偷从窗户边看到了利盟 无处可逃钻到床下躲起来 搜查房间时利盟放过玛丽萨一马 劝说拉奇卡改天再来 杜凯希望促成 帕布罗和总检察长达成交易 有些事情需要慢慢来 但妻子塔塔认为此刻最缺的就是时间 在第一季中 塔塔的戏份并不多 在第二季里 她的枕边风似乎不断推动剧情的发展 她希望离开哥伦比亚 但没有得到帕布罗的同意 上司梅西娜还是决定留用墨飞 我们主人公的故事还将继续 特鲁西略接到情报 有人看到拉奇卡曾经去买马桶 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细节 潘亚找到中央次丁的行动专员 希望得到有用的监听录音 通过这些录音和航拍照片 大体锁定了帕布罗的住所位置 上一次滑稽的突袭行动 让平松上校不愿意配合梅西娜展开行动 虽然她可以当面拒绝美国人 但是无法拒绝自己的上级 梅西娜找到美国大使 通过总统加维利亚的命令 让平松配合美国方面一起行动 不过平松上校不喜欢偷偷潜入和包围 而是单导植入惊动整个社区 帕布罗再一次通过秘密的地道逃脱 留给警方一座空荡荡的房子 这里遗留的金马桶证明 这次行动只差一点就抓到了帕布罗 尽管第二天一早 帕布罗一家转移到了新的住处 妻子塔塔已经厌倦了四处躲藏 她希望丈夫用更强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探员莫菲的职业生涯里 有好几次差点抓住帕布罗 但是差点抓住不算数 而且几乎抓住这位毒枭 就是她开始凶狠报复的时刻 尽管街上有众多警察和港少 迈德琳还是帕布罗的天下 为了谈判 她容忍了一切 但是半夜追捕 在她看来就是战争 目标直接锁定在了警察身上 于是大规模有组织的偷袭行动开始了 帕布罗在唱片音乐声中 与妻子塔塔共舞 而在迈德琳的大街上 港少甚至警察局都遭到袭击 众多警察像野狗一样被处死 在上一季中 帕布罗投降来到大教堂后 搜捕队被解散 卡里略上校被解除了职务 接任的平松上校 对付毒枭的办法不够理想 不过不用担心 我们的老朋友卡里略上校 很快就会从西班牙回国 继续他与毒枭的斗争 好了 以上就是每句毒枭 第二季前两集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关于聚集内容的讨论 请在下方留言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感谢观看